第1311章天南嘟嘟 钟凡没有动 他还是站在那座帐篷前 因为已经有不少舞者 往这座帐篷方向围了过来 他要是再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那他就太蠢了 他掉入了圈套之中 现在有这么多舞者往这边而来 他要是再想走 那会更惹人生疑 他只是平静站在了原地 那些舞者会往这边过来 那是因为帐篷内转出的血腥气太浓郁了 这根本蛮不过修炼了彼时的舞者 在这些舞者的吆喝下 自然会有更多的舞者过来 他们见到了站在帐篷前的周凡 认得周凡的连忙拱手巷李 不认得的也不敢轻举妄动 周凡不知道帐篷内有什么 但他知道对方的设计很精巧 利用了某种手法掩盖了血腥气 直至他站在帐篷前 那股血腥气才爆发出来 再加上那不知是谁发出的一声喊 真的是一环接一环 很快就有修饰过来 看到周凡都是微微一正 原恶与陈雨时还有他们身边 站在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 这中年男子长着一张小脸 与他的体魄有些不搭 周大人 你怎么在这里 陈雨时正了一下问 哦 这位就是周大人吗 那小脸中年男子笑道 周大人 这位是天南道的雷都督 陈雨时连忙替周凡介绍道 陈雨时觉得眼前的情况很奇怪 雷都督让我回来商议事情 我刚到 难道你们两个不知道吗 周凡平静问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 原恶描了一眼帐篷 他不解道 陈大人的意思是周大人 你为什么站在帐篷前 这里面有什么 那股浓郁的血腥气 实在是太明显了 原恶挥了挥手 让属下贺令围着的舞者们 散去了一大半 我也不知道 周凡看着散去的舞者摇头道 我刚到主营地 就有一个人过来 跟我说你们正在等我商议事情 就把我带到这座帐篷前了 然后就有人喊杀人了 之后这帐篷内就散发出血腥气 你们就过来了 周凡实话实说 那是因为他一路走来 说不定有人见到了他与那个人 他要是编造谎言 才会更可疑 这个先慢点再说 我倒要看看这帐篷内里面有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臭 雷天阳看了一眼身边的一个老者 那老者点头 向着帐篷走去 周凡侧身让开 他就似一个局外人 陈与石与元娥面面相去 要是按照周凡所说的那样 难道有人陷害周凡吗 那名老者小心翼翼掀开了帐篷的帘幕 众人的视线望了过去 发现帐篷的地上躺着一具 从劈开两半的尸体 血腥气扑面而来 周凡脸色微冷看着 很快就有人排除了帐篷内没有任何的咒毒之类的陷阱 进入里面检查尸体 原先那名雷天阳带来的老者在尸体拼凑起来之后 他快步走到雷天阳的耳边低声说了起来 雷天阳的脸色立刻变得难看起来 他冷声道 死的是华文 华文是谁 问话的是周凡 我们天难道一轮私府化圆进修士 雷天阳冷冷道 周大人 严格意义上来说 你可是第一个站在帐篷前的人 那又如何 周凡平静道 难道雷都督怀疑是我杀了那个叫华文的修士吗 我可没有这样说 雷天阳也微微一咪道 我就是想问周大人是否见到有什么凶手 看来刚才我说的话雷都督并没有认真听 我是被人带来这里的 周凡双眉一挑道 我当然听了 那请问周大人可还记得那人长什么样子 雷天阳问 我当然记得 可是他走得很快 他敢在我面前露脸 我怀疑就算我画出他的脸 也未必能寻到他 周凡想了一下道 那就先画出来 搜一搜再说 我们营地守卫森严 陌生人可没有这么容易混进来 雷天阳审声道 事情就围绕这件命案展开了 周凡有着一定的嫌疑 他不可能接触尸体 他负责画出了那张画像 就被带到了一个帐篷内歇息 他心知肚明 这是一种变相的软禁 即使很可能他出去没有人敢拦住他 但他也不能随便乱走 此的是一个修士 对于鸾斯来说 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 当然会很重视 而他也不可避免会被怀疑 他并没有太惊慌 而是默默回想了一遍 他怀疑这是与雷天阳有关系 因为是雷天阳让他赶回来的 而死的又是雷天阳带来的人 当然他没有证据 这不过是怀疑 杀一个画原镜修士来陷害我 真是舍得呀 周凡叹了口气道 只是如果是雷天阳 雷天阳为什么害他呢 他敢肯定他与雷天阳 没有任何的恩怨 是背后有人指使吗 那会是谁 或者这是派系之间的斗争 周凡皱眉思索了一会 都没有太多的头绪 就索性没有再多想 而是坐着等结果 帐篷内转来脚步生时 他才睁开眼 戒备看着帐篷的门口 那个画原镜修士的词表明 主营地也并不安全 尤其是对他来说 周大人 我方便进来吗 外面传来的是陈雨时的声音 请进 周凡道 陈雨时走了进来 但他身旁跟着周凡 并不认得的两个男子 周大人 雷都督让我请你过去 陈雨时朝周凡眨了眨眼道 周凡明白过来 那两个人恐怕是那雷天阳的人 陈雨时这时候不合适 告诉他任何的事 他微微点头 拿起自己放在一旁的秀刀 跟着陈雨时走了出去 很快周凡就跟着陈雨时 进入了一个大帐篷内 大帐篷内坐着十来个修士 其中会空 原恶这些熟悉的修士都在 而坐在主位上的是雷天阳 他站起来笑道 周大人 快请坐 因为周大人是案子的发现者 之前按照司府的规矩 我们不能让周大人参与其中 多有得罪 还请原谅 周凡微微一笑 他坐在了空出来的座位上 他倒是想看看 这事会如何演变 第1312章密道事 周凡入座之后 视线往他扫来 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不是所有修士都在这里 有些修士还待在其他营地维持秩序 但这里有这么多修士在 显然是为这件突然发生的事而来的 周大人 事出突然 但事情既然发生了 我作为天南道都督 不得不问你一些细节 弄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明白吗 雷天阳脸色肃然道 我明白 周凡点头道 雷天阳把一张画像举起问 你说有人将你引到那帐篷前 这是你画的哪个人对吗 对 很遗憾我们搜遍了所有武营 都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人 雷天阳缓缓道 周凡瞄了一眼陈雨时 陈雨时微微点头 确认了雷天阳说的是真的 那他可能逃了又或者隐藏起来了 周凡平静道 可有人看到他带着我往那个帐篷而去 有 雷天阳道 但是他们说没有太留意 甚至不记得你们走过去了多久 与那人的关系如何 那样呀 周凡轻轻点头又问 师姐呢 周大人 这是我问你 雷天阳审声道 你之前可曾见过华文 我不知道 我或许见过 但华文这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周凡见雷天阳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雷头微皱回答 雷都督 你是怀疑我杀了华文吗 周大人 我可没有这样说 你是伊兰斯的议员 应该明白问询是我们查案的流程 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自会判断 雷天阳脸色微冷道 好 那你问吧 周凡道 也就是说你不排除之前见过华文了 雷天阳又道 是的 我不可能将出生以来见过的所有脸孔记住 如果他曾经出现过 我又没有与他交流过 那我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 周凡回答 如果华文是你的仇人 你与他见面的瞬间 会不会动手杀了他 雷天阳盯着周凡问 雷都督 你这个问题过分了 陈宇时脸色冷了下来 你怀疑周大人与此案有关联 这谁也无法说什么 但你这话等于指责周大人是凶手 你有证据吗 陈大人 我这是代表着天南道一鸾丝过问此事 我如何查案 不用你叫 雷天阳冷着脸薄赤道 天南道一鸾丝让你来是处理红脑膜的 陈宇时冷笑道 周大人是四征使 你想查他 陈大人 我过来可不仅仅是处理红脑膜的 过来之前 道主已经授予我处理萧雷周一切事物的权利 雷天阳痴笑道 你要是不服 那可以对道主说 陈大人 周凡打断陈宇时的话道 雷都督这样说 那我回答他就是了 没必要这样 陈宇时这才冷哼一声 没有继续与雷天阳争论下去 周凡道 雷都督 如果我与华文有仇 那得看是什么仇 如果是 如果是生死大仇呢 雷天阳眼神炯炯问 如果是生死大仇 但在营地之内 那华文又是一鸾丝的一员 我不会这么冲动出手 我会向司府申请生死战 周凡说的理直气壮 也就是说 你依然要他死对吗 雷天阳追问 是 周凡道 这里这么多人能替他作证 雷天阳问的是毫无意义的假设而已 也就是说 你不是没有可能杀死华文的 对吗 雷天阳道 雷天阳的问话 让帐篷内的不少修士都是皱起了眉头 雷天阳这话有些过戒了 雷都督 你可别冤枉我 我可没有做 周凡摇头道 但你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做 雷天阳又是冷声道 但雷都督也没有证据证明我杀了华文吧 周凡反问 我确实没有证据 雷天阳淡淡道 你说的对 你是站在帐篷最近的那个人 我就是怀疑你杀了华文 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你是否做下了此事 什么办法 周凡皱没问 我们都是修士 你已到新立誓 你没有杀死华文 雷天阳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不对 你可能自己没有动手 那你要是让你的同伴动手了呢 所以你必须立誓 你与华文的死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最好的证明办法 我承认要是你没有做过 让你立道士证明你自己没有做过 这有些羞辱你 所以你只要肯立下道士 待证明你清白之后 我可以向你道歉 雷天阳语气诚恳 帐篷内的不少修士都是微微点头 这个办法确实简单而又可靠 事实上要证明一个修士有没有说谎 没有什么比例 下道士更快解简单的了 周凡心脏急跳了起来 他觉得这是有很大的问题 雷天阳的话听起来没有任何的破绽可言 但这事还是不对劲 事实上他之前也想过类似证明清白的方法 但现在由雷天阳提出来 他就觉得不对 似乎他要是答应下来 那就会跳入万丈深渊之中 只是这究竟有什么问题 他又说不出来 那个华文他从来没有听过对方的名字 会有什么问题 周大人 你觉得如何 还是你在心虚 这是本来就是你做的 雷天阳步步紧迫道 周凡思绪转动 他忽而轻笑了起来 雷都督 本来事情不是我做的 你让我立誓 我是不肯的 因为就似你说的那样 这太羞辱人了 不过想让我立誓不是不可以 你需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来听听 雷天阳淡淡道 你怀疑我杀死了华文 但我怀疑你在陷害我 你要我立誓 就必须先用自己道心起誓 你从来没有设计陷害我 要不然你会道心反誓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周凡眼神变得锐利了起来 帐篷内都是一阵寂静 没有人会想到周凡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 雷天阳也没有想到 他微微挑眉咒人喝道 周凡 现在是你距离杀人现场 你如果没有陷害我 为什么不敢立誓 是你有杀人嫌疑 我凭什么要立誓 你如果没有陷害我 为什么不敢立誓 大胆 我必定禀告道主 你如果没有陷害我 为什么不敢立誓 雷天阳 第1313章道士不可经历 如果你没有陷害我 为什么不敢立誓 无论雷天阳说什么 周凡都是这样一句话对回去 不得不说这句话杀伤力实在太大了 雷天阳记得太阳学集聚跳了跳 帐篷内修士都是用越发狐疑的目光看着雷天阳 雷天阳脸色微沉 他站起来拍了拍桌子道 周凡 我懒得跟你废话 你不敢立下道士 就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此事我会回禀道主 让道主裁决 好呀 周凡鼓掌道 这里所有人都看到了 你借着道主的名义 在这里肆意妄为 试图残害同袍 我身为四征使征悲使 同样有权回禀道主以及总府 看上面的人怎样裁决 雷天阳脸色难看 他听明白了周凡话里的意思 说回禀道主只是虚言 要上报总府才是真的 事情一旦弄大 道主恐怕也未必会回护他 这周凡也不是没有背景的 有着书院撑腰 想绕过天难道回报总府 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他心里暗暗后悔起来 他没想到这周凡会如此难缠 就因为我不肯立世 就说我想害你 未免太可笑了 雷天阳冷笑道 谁不知道道事不可亲历 你没有资格让我立下道事 就因为我不肯立世 你就说我杀了华文 未免太可笑了 周凡清笑道 谁不知道道事不可亲历 你自己都没有胆子立下道事 凭什么让我立下这样的道事 雷都督 这里有这么多同侪在 公道自在人心 丘士们看向雷天阳的眼神 已经不是怀疑了 已经是确定了 毕竟雷天阳如果没有陷害周凡 为什么不敢立下道事 这事情本来就应该很简单才对 雷天阳愿意立下道事 那就轮到周凡立下道事 为什么不是你先立下道事 雷天阳冷声道 我立下道事你就一定立吗 周凡吃笑道 如果你敢在这么多同侪面前做下保证 那我先立道事那又何妨 周凡心里明白雷天阳逼他立下道事肯定有问题 但他依然敢说自己先立下道事 因为他在赌雷天阳不敢赌 压力一下子就回到了雷天阳身上 所有人都在看着雷天阳 雷天阳冷冷看着周凡道 任你巧蛇如簧 你都是杀死华文最有可能的凶手 居然你不肯立下道事 那此事就不会这样算了 雷天阳说完 就带着随他来的修士离开了帐篷 雷天阳一走 其他如来自萧雷周府世家与大佛寺的修士 与周凡他们说了几句 就匆匆走了 即使怀疑雷天阳在陷害周凡 但在原因不明的情况下 其他人显然都选择了暂且观望的态度 在刚才萧雷似主持会空同样一声不吭 也是居于这样的道理 书院一系的修士屠夫 冬秋夏都还留在帐篷内 但书老雨不孝道人不在 他们两个也感到此事很棘手 其中原厄也在犹豫 不知在此事中该选择什么样的立场才合适 周凡与他们笑着说了几句 并没有讨论太多这样的事情 而是说自己累了 就告辞离去 周凡也明白 遇到这种事 这些人一时无法做出选择 甚至置身事外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周凡回了帐篷 陈雨时却是过来拜访他了 别人不信周兄 我可是相信的 陈雨时笑道 如果周兄真的想杀华文 不会让人捉住把柄的 周凡给陈雨时倒了一杯茶水 他才无奈道 陈兄你过来 要是让那雷天阳知道了 恐怕会影响你的前途 其实你不必要掺和尽这事之中 雷天阳算什么 陈雨时不屑道 他与我们官位相当 想影响我的前途 他还不够资格 那雷天阳什么来历 周凡想了想问 他现在还不知道雷天阳为什么要社局害他 天南道道主之下有十八都督 这十八都督来自不同的派系 但他们大部分是道主亲自任命的 雷天阳是天南道主的亲信 陈雨时脸色明重道 道主的亲信吗 周凡眉头微皱 不过周兄你不用太担心 我不相信是道主在针对你 此事很可能是雷天阳在任意妄为 陈雨时安慰道 你以前真的没有见过雷天阳吗 绝对没有 周凡很肯定说 这就奇怪了 他为什么要针对你呢 陈雨时摸缩着下巴道 那个死去的华文你认不认识 周凡问 不认识 陈雨时摇头道 天南道成高手如云 我也不清楚里面究竟有多少修士 这华文更是从来没有听过 那你有办法弄到华文的资料吗 周凡又问 这恐怕很难 他不是我们萧雷州一鸾私府的 想查他必须经过天南道一鸾私府 就算是总府也未必能查到他的信息 陈雨时面路无奈道 要是以前或许有办法 毕竟我们书院在天南道一鸾私也不是没有人的 但现在此案受到了雷天阳的关注 想查阅华文的资料 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不过我可以想法让书院的人打听一下 看有没有人认得他 周凡微微皱眉 知道也只能如此了 他抬头又问 你对那位花道主了解吗 天南道道主名字叫花飞花 但周凡对花飞花很不了解 无论陈雨时怎么说 雷天阳始终是花飞花的亲信 他需要事先了解一下 周凡这样问 陈雨时并不意外 他认真回想了一下道 我只有每年数值的时候 才会见到他 道主一向不太管事 天南道的具体事物向来由十八都督处理 听说其他道的情况也差不多 所以我对他了解不算多 只是隐约知道他在成为道主前 是野狐派的 境界有多高也不清楚 至于为人 陈雨时停顿了一下道 传闻说他非常贪婪 只要给他足够珍贵的东西 他可以提拔任何一人为都督 到底允许有多少都督 周凡发现他一直不太了解这事 这个可说不准 陈雨时面露怪异之色说 官家这边没有严格规定 道主如果喜欢 可以任命任何人为都督 第1314章南道是我杀的 不限人数的都督 周凡脸皮抖了抖 他觉得这官位未免太可笑了 你不要觉得奇怪 都督本来的职责就是辅助道主 道主喜欢任命多少个都没有问题 而且官家规定 都督的俸禄同样由各道一轮私府承担 陈雨时轻笑道 要不然为什么都督的官位仅仅与私征使相当 甚至有些人说都督还不如私征使价值大 讲当私征使 需要的条件很严苛 但当都督一般没有太大的限制 都督是那些没有太多选择的高阶修士才会做的选择 当然为了确保都督一直的价值 就算是道主 也不敢任命太多的都督 四我们天南道有十八都督 其实已经是很夸张的了 四其他道 大多数都督都不会超过十个 最少的只有两三个 周凡听着陈雨时说这些事情 他沉吟了一下道 那个花道主出身野狐派 陈兄 你说会不会是野狐派在针对我 有些事周凡不能问 但这个他还是能问的 我觉得不太可能 陈雨时犹豫着说 周兄弟进入官场时间上短 可能不太了解 大卫七道道主 出身各有不同 有来自野狐派的 有来自世家的 有来自我们书院的 有来自大佛寺的 但无论他们来自那个地方 一旦他们成为了道主 就会疏远自己的派系 周凡面路不解 他确实不明白 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陈雨时脸色严肃到 原因在于想成为道主 需要满足各种前提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道主是圣上钦点的 圣上不同意 就算你在符合 也不可能成为道主 而道主的废除也是 要经过圣上同意 没有圣上同意 成为道主之后 能一直在这位置坐下去 道主效忠的对象 只能是圣上 这是他们疏远自己派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 他们已经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一方诸侯 他们可不想除了圣上 还有人能对他们指手画脚 所以野狐派不可能空口白画让花 他道主针对你 除非野狐派暗地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才有可能 陈雨时说到这里 忍不住笑道 总不能因为你是我们书院 近年来招纳比较厉害的天才 野狐派就想用这么激烈的法子 害你吧 这个可能确实不大 野狐派算是比较弱的一派 要是真的被书院发现了事情 是野狐派做的 那野狐派将会很麻烦 派系之间争斗而引起的原因 可能确实不大 所以我觉得这事呀 不可能牵涉到一道之主 肯定是雷天阳自己做的 陈雨时总结道 如果只是一个雷天阳 那我们也不用怕他 他想对你指手画脚 完全不够资格 周凡又与陈雨时讨论一会此事 见时候不早了 陈雨时才告辞离去 陈雨时能在这种时候表态 又告诉他这么多事 周凡心里面还是很感激的 至少这份人情他记住了 陈雨时走之后 周凡没有急着修炼 他继续思索起这事 这事实在是太不寻常了 首先可以确认 此事是雷天阳布局做的 但他背后是否有人 还无法确认 但他倾向的是雷天阳背后 肯定有人 要不然这事根本就说不通 他从来没有见过雷天阳 雷天阳没有理由要害他 雷天阳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至于这人是谁 他无法确认 陈雨时说与花飞花没有关系 他可不这样想 雷天阳可是花飞花的亲信 雷天阳不可能不了解 他是书院的人 但都敢冒着得罪书院的风险 去做这样的事 难道雷天阳就不怕花飞花 事后追究吗 讲到这里 周凡冷笑一声 花飞花有很大可能与这事有关系 雷天阳说不定就是他指使的 其次是雷天阳为什么一定要逼他立下道士 这个反问让周凡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那道士肯定有问题 会逼他立下道士 很可能是他立下道士 会遭到道士反噬死去 虽然这其中存有不合理之处 他想不通为什么那样的道士能杀他 事情明明就不是他做的 但他就是有这样的直觉 雷天阳想用道士来杀他 他要是死于道士之中 那他就只能含冤而死 谁也无法替他翻案 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道士能杀他呢 他微微皱眉 道士的一大帖则就是 道士是心正誓言 一旦立誓 就无法通过任何术法让自己忘记道士枷锁 这样你可能骗得过别人 但无法骗得过自己 有没有违背誓言 自己肯定知道 只要没做过 那就是没做过 就算口里说谎 誓言也不会反式修士 道士能杀我需要我违背誓言 违背誓言的唯一办法是 华文是我杀的 周凡眼瞳缓缓收缩了起来 他想到了问题最关键的地方 但他又不明白 华文怎么可能是他杀的呢 除非 华文这个人他确实见过并且真的杀了他 这样想不太恰当 雷天阳当时提出的要求是要他保证华文的死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华文的死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那华文会是谁呢 周凡快速思索着 回想被他害死的修士之中有谁 其实他害死的修士不多 他第一个杀死的修士是面首会的修士 不知道名字 所以面首会有可能 还有一个是龙主杀的 也是面首会的 第二个修士他想到了风鬼江 风鬼江是周小猫杀的 但也算与他有关 风鬼江属于活死尸 接着被他杀死的修士有消性老者与四个金身修士 这属于周家死敌 他脸色冷了下来 面首会与活死尸都是邪恶组织 与雷天阳那些人联系不算大 唯有来历神秘的周家死敌与官家有着很大的关联 所以事情是他们做的 但他又微微挑眉 还有一个问题是实力对不上 华文只是画原镜修士 周家死敌之中被他杀死的修士 最差的都是金身镜 当然不排除他们隐藏身份 化身华文在天南道一轮丝做事的可能性 这点就算是秘密格给的资料中都没有提及这点 第1315章有趣的镜兜 周凡脸色微冷 即使有些事情还想不通 如让他立下道士之后 他不知道华文是死在他手上 时倒是不会反噬 但对方很可能还有后续的手段让他知道他杀死了华文 一旦他知道华文是他杀的 道士就会立即反噬 这也是修士不敢轻易立下道士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谁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在不知不觉中违背了道士 他越想越觉得可能是周家死敌做的 华文就是那被他杀死的五个修士中的一个 对方的报复比他想的还要来得快 这才过了多少天 而且如果真的是那形式隐秘的周家死敌做的 在接连失败之后 他们改变了做事的方法 这些事都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但不得不说 这样的手法很毒辣 要是他今夜被逼得立下道士 说不定现在已经死了 也印证了周家死敌的实力很强 能渗透到天南道伊鸾斯 甚至那花飞花与雷天阳就是周家死敌的一员 周凡想了一会应对的策略之后 他又匆匆修炼了一会 带到可以睡觉时 他谨慎在帐篷内布置了重重阵法 把小犬放出来 让小犬分裂出小小犬与小妹一起职业 即使雷天阳狗急跳墙的可能不大 这样一座雷天阳也无法洗清嫌疑 但也不得不防 万一他们想在半夜来暗杀他 他不可能一点准备都不做 现在营地并不安全 布置完一切之后 周凡才安心躺下熟睡过去 他一进入灰河空间 扫了一眼 看到了站在船尾的周小猫 默默向周小猫飞过去 周小猫头也不回 伸出手把飞来的默默捉在了手中 周凡没有在看 他开始通过船上的挥舞与石符交流 告诉他今天发生的事 周小猫这才转身提着默默走过来 还算感兴趣听着周凡说着红脑膜的变化 待听完之后 周小猫眉毛微挑 他没有急着说话 前辈 你说红脑膜还会回来吗 周凡见周小猫感兴趣 就开口询问了起来 另一边的石符也没有断开联系 他也想听听周小猫会如何分析这事 五百条大灰虫 周小猫所要报仇 可以 周凡答应了下来 对于身家丰厚的他来说 五百条大灰虫根本就不值一提 周小猫当然也知道 但这类问题的报仇 他也无法多要 他将透明琉璃球幻化出来 从中取出了五百条大灰虫 周凡看着自己那越发庞大的透明琉璃球道 我现在这里有多少条大灰虫 这个琉璃球里现在有两百二十万三千零八百六十六条大灰虫 周小猫取走了五百条大灰虫道 两百二十万条大灰虫 周凡面露笑容 玄机感到有些可惜 那些小脑膜应该都没有了 要是给他多一点的时间 肯定能够赚得更多的大灰虫 那红脑膜既然已经消失了 那我想他短期内不会再出现 周小猫回答周凡刚才的问题 当然我也无法肯定 毕竟听你这样一说 红脑膜的变化未免太大了 那个从七彩脑球出现的虚伪怪诀又是怎么回事 周凡又问 他现在想起那个虚伪怪诀都感到畏惧不已 周小猫思索了一下道 红脑膜是无法交流的怪诀 但要是我猜 这更似是红脑膜在尝试 尝试衍生出更强大的小脑膜 尝试衍生出更强大的小脑膜 周凡面露据意问 如果真的是你所说的那样 他为什么想衍生出更强大的小脑膜呢 这我怎么知道 周小猫摇头道 在我那个时代 他就很神秘 就我所知 几乎没有修饰或怪诀能威胁他 但时代在变化 说不定你这个时代已经有东西能威胁他的生存 所以他要做出改变 有东西能威胁红脑膜的生存 周凡感到很不可思议 这可是不可知其怪诀 但他知道周小猫这样说 有其一定道理 不可知其怪诀强大而又危险 他们很多时候无法用人的思维猜测 我的猜测未必就正确 再说外面世界的变化很大 似你之前遇见的黑白痴响杀胖物分身 在我那个时代 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周小猫缓缓道 让我在意的是 你说的那道光 如果红脑膜消失的条件不变 那道光覆盖了你说的整个北地 也就是说他杀死了红脑膜衍生出来的强大怪诀 与所有高阶小脑膜 我听外界的一位前辈说 那道光来自静兜 也就是我所在大卫的国都 那里距离我们所在的北地很远很远 周凡又仔细描述起那道光的事情 他对那道解决一切的湛蓝光芒 可以说是记忆深刻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段 听起来很有趣 周小猫目光闪烁到 要在那么远距离发出一道光 把所有小脑膜以及那个你们对付不了的强大消灭 看来你的国都存在一个很厉害的修士 要不然就是拥有一件强大的器具 强大的器具 周凡脸色为动道 我曾经听人说起过 静兜之所以被称为静兜 那是因为大卫拥有一件质保 被称为通天境 整个皇宫都在通天境内 自成一个空间 静兜也因而得名 说不定那光就是来自通天境这样的质保 周凡早已不是什么不懂的菜鸟 他浏览过不少大卫的风土人情书籍 对于那被称为最繁华的静兜 不可能没有听过通天境的传闻 一块能装下整个皇宫的质保 通天境 周小猫微微挑眉道 我没有听过这样的器具 但能自成一个空间 又能在这么远的距离发出一道光芒 解决一切麻烦 这样的器具不下于小因果镜 不下于小因果镜 周凡脸色微变 他可是听过不少小因果镜的可怕 通天境能媲美小因果镜 这绝对是逆天极的宝具 他又想起了比小因果镜更厉害的大因果镜 想起自己收集到的大因果镜碎片 但在无法齐集碎片之前 那不过是一堆垃圾 就算急齐了 也得有办法重链才行 真是有趣 有趣 周小猫笑了起来 什么有趣 周凡微微一正问 你说的大卫很有趣 周小猫轻笑一声道 要是我能出去 肯定得去那个镜都走一趟 看他究竟藏着什么玄机 第1316章通天境的猜测 你说大卫有趣 周凡面露不解问 是因为镜都的通天境吗 要不然你以为还有什么能吸引我的兴趣 周小猫面露嘲笑道 你就是一个呆子 还看不出你所在的大卫与众不同吗 你好好说话 干嘛非要骂人是呆子 周凡恼怒道 说你蠢你还不信 周小猫哼了一声道 似你所说的那通天境如此神奇 绝对是一等一的至宝 这样能媲美小因果尽的至宝 连我都心动 你以为不会有强大修士亏是他吗 周凡正住了 确实四周小猫说的那样 这样的至宝应该会很吸引强大修士的注意力才对 尤其是这至宝还放在了名处 众所周知 而不是隐藏在暗处 可听你所言 他应该已经在你所说的大卫很长时间了 我很好奇 这个国家是如何保住了这样的至宝 周小猫面露不可思议之色 这我也不清楚 周凡恼头道 他从来未曾想过这个问题 大卫的史书点击里也没有提及过此事 所以才说大卫有趣 周小猫冷笑道 我怀疑你们大卫存在一个很强大的修士 这修士强大到没有修士敢打那通天境的主意 只是他的实力除非到了我这样的境界 要不然我不信他有实力做到这样的事情 但到了我这样境界的修士 为什么还要留在大卫这样的国家 周小猫摇头 觉得自相矛盾了 也许他已经厌倦了外面的世界 不想在四处走动呢 周凡甘咳一声道 也许吧 周小猫挑眉道 还有一个可能是 通天境已经与你们大卫融为一体 寻常修士无法取走 这器具能与国家融为一体 周凡面露惊讶问 这有什么奇怪的 有修士拥有大手段 能将一国器运与器具联系在一起 只要那器具在 那个国家就不会灭亡 这样的器具大多是鼎类器具 周小猫解释道 这个解释比起之前那个似乎更合理一些 周凡评价道 有些史书说通天境是镇国之宝 但这样做依然很难解释得清楚 周小猫摇头道 这样与一国器运连在一起的器具 通常会隐藏起来 不让寻常人知道 要不然被夺走 那这国器运就尽了 寻常修士夺不走这样的器具 但是我就有办法能夺走这样的镇国器具 什么办法 周凡好奇问 只要你修为够强 那办法就很多 我可以施展数法切断器具 与一国器运的联系 又或者干脆灭掉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都不在了 这样的器具自然能轻松取走 周小猫平静道 周凡打了个冷颤 皮肤无罪怀必其罪 这确实说不通 通天境如此神奇 一些强大修士为了得到他 不择手段灭掉大卫 也不是奇怪的事情 大卫为什么如此随意将通天境放在明处呢 所以说一国器运气局一说 还不如你们大卫存在一个强大修士一说更可靠 周小猫缓缓道 但我这两个说法都有说不通的地方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周凡陈寅一下道 说来听听 周小猫不在意道 通天境发出的一道光就能让红脑膜离开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通天境很强 来打他主意的修士 都被掌控通天境的大卫官家杀死了 周凡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周小猫邪腻了一眼周凡 不屑道 你这个说法狗屁不通 器具再强 如果掌控他的修士太弱 根本就无法发挥他的威力 何来的能力将所有窥视他的修士杀死 他越强能吸引的修士就越强 伺你要是真的走了狗屎运把大因果镜重练好 别让我这种层次的修士知道 要不然就算你掌控了大因果镜 我也能轻松杀死你 将大因果镜夺走 周凡心中一寒 他连忙将周小猫的话记在心中 以免将来自己真的有了大因果镜 太过得意忘形 从而惹来祸患 当然也不排除器具衍生出气灵 但就算有气灵帮助掌控者 也无法抵抗实力强大的修士 周小猫又是补充道 你这样一说 确实很奇怪 周凡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 他很快笑道 这些事以后有时间我可以再调查一下 但这等层次的质保 距离现在的我太远了 我没必要急着去探究他的秘密 当然要是有机会 周凡也好奇为什么通天竟没有被夺走 而是留在了大位 周凡又转身与师傅说了几句 断开了与师傅的联系 其实就算不断开 通话也很快会被中断 他早已试过 这种通话是有时间限制的 现在他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他认真思虑了一会 不再犹豫到 让船前进六十丈吧 之前周小猫就对他说过 六十丈的河面才有顶尖的金身进攻法 周小猫手中并没有太好的金身进攻法 所以他就没有考虑从周小猫手中兑换 他需要的是至少媲美那乌龟公 甚至比乌龟公还要厉害的金身进攻法 周小猫没有意外周凡的要求 毕竟周凡早已表达出要吊起金身进攻法的意思 他从琉璃球内取出了十条大灰虫 十条在他手心蠕动着的大灰虫合成了一团灰色的光芒 落在了甲板上 整艘船都隐隐颤动了起来 默默不安地东张西望 飞向周凡 周凡连忙一手将他捉住 免得他被甩飞了 一根根黑铁围杆升起 灰雾滚动化作船帆 船高高跃起 在灰色的河面飞跃着 之后才落在了一处河面上 溅起了无数的灰水 就四下起了一场大雨 哗啦啦洒落在河面上 船停下 周小猫才挥了灰手 四方桌上一团雾气飞过 化作了七根颜色不一的吊杆 周凡没有急着挑选吊杆 他思索了起来 按照周小猫之前的说法 这处河面钓一次鱼 需要约52万条大灰虫 以他现在的拥有的大灰虫数量 那就是说他只有四枚鱼饵 那选什么钓杆 更符合他的目的呢 第1317张随笔 周凡最先想到的是向船询问 如果船能给出选择意见 那再好不过了 只是当周凡低头对着甲板 提出自己的要求之后 船并没有任何的回应 这让周凡感到有些无奈 他看着那七根颜色不一样的吊杆 他其实可以做的选择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能吊起点击的墨黑吊杆 第二个是随机的深灰吊杆 墨黑吊杆吊起功法的概率 比深灰吊杆要大得多了 但深灰吊杆一枚鱼 而有两次机会 按照他以往的习惯 要是船没有给出提示 他都会选择深灰吊杆赌一赌 现在吗 周凡沉吟了一下 还是走过去拿起了深灰吊杆 周小猫见词只是冷笑一声道 这一赶下去可是52万条大灰虫 你还真敢赌 选择墨黑吊杆不是更稳妥一点吗 有什么不敢赌的 周凡轻笑一声道 我相信自己能赌赢 即使那些开始进入赌场的赌狗 都是这样想的 周凡嘴角扯了扯 又加了一句 周小猫没有再说话 他倒是要看看周凡能吊起什么东西来 周凡站在船边 默默飞来坐在他的肩上 好奇看周凡钓鱼 周凡笑着拍了拍默默的小脑袋 才一甩灰色吊杆 灰色的鱼线显现 垂入了灰盒之中 以灰色鱼线为中心 起了一个小小的漩涡 鱼线绷紧时 他连忙一提鱼杆 鱼线扯上来的是一个长方黑幕盒 他把长方黑幕盒拿在手中 看起来里面装着的 很可能是点击之类的东西 不过他没有打开看 因为还有一次机会 把长方黑幕盒随手放在甲板上 他又再次甩出了吊杆 鱼线显现 垂入盒中 盒水转动出现细小的漩涡 鱼线拉紧 周凡再次熟练往上一提 鱼线从盒水中拉起来的是一个银白的四方盒子 他带着银白四方盒子飘荡回来 周凡将银白四方盒子捉在手中 盒面上铭刻着密集金色细线 金色细线或平行或汇聚在一点上 装着大因果镜碎片的盒子 周凡眼角跳了跳 这种盒子他已经吊起很多个了 再这样下去 岂不是大因果镜碎片很快就被他凑起了 周小猫也认出来了 他目光闪烁 这狗后背哪里来的狗运气 周凡先把灰色吊杆放在传栏杆上 先打开了银白四方盒子 发现里面的果然是一块扁圆的镜子碎片 他没有多想就合上了盒子 笑道你说我还差多少块碎片 静好当初我没有把它卖给你 要不然我吊上的大因果镜碎片就成了废品 其实就算当初卖给了周小猫 他也有办法将后续吊上来的卖出高价 除非周小猫不想凑齐大因果镜碎片 周小猫当然也明白周凡不过是在说风凉话 他只是冷笑道 就算让你凑齐了 以你的本事也无法将其重链 办法总是比想得多 到时肯定能想到合适的办法 周凡一边笑着一边拿起了最先吊起来的那个长方黑幕盒 轻松将那个黑幕盒打开 他扫了一眼 然后彻底镇住了 里面的是什么 周小猫轻笑着问 他看出了周凡表情不对劲 觉得很大可能不是今生进攻法 胭脂随笔 周凡脸色怪异拿起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胭脂 你提过的那个美貌引导者吗 周小猫脸路警惕道 快打开看看他写的是什么 这个胭脂迷恋龙前辈 可是他的生平静敌 周凡苦笑 他只希望这胭脂随笔写的是一些 功法武技术法道士之类的心得体会 要不然他吊起这东西真的要亏到老老家了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吊起胭脂的东西了 这女人怎么可以往河里乱扔东西 这不是害人吗 他一边叹气一边翻开了小册子浏览起来 第三十二次醒来 这次遇到的是一个绑大腰粗的女子 不和演员 不帮 哎哎哎 已经第三十二次了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讲我胭脂美貌惊天地气鬼神 却被囚在这艘暗无天日破船上 真的是太惨了 无聊 乏味的日子 我只能随手写一些什么 写完就扔合理去 看哪个倒霉蛋会把他吊起来 哈哈哈哈读到这里周凡脸色发黑 言之 我去你大业 他继续耐心读下去 可怜可叹 我进来之前都没有寻到龙前辈 哎哎哎 我的龙前辈 你现在又在何处 是否知道一个可怜的小女子正在时时刻刻念着你 你这么帅气 就算挖个鼻屎都充满了难以形容的魅力 肯定有很多不知廉耻的雍之俗粉恨不得把你吞进肚子里 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 要等我 周凡觉得自己快吐了 他强忍着恶心 快速翻阅起来 发现这胭脂随笔完全是胭脂那女人的自怨自爱以及对龙前辈的爱慕之情 他脸色发苦 知道自己掉起了目前为止最垃圾的一件东西 真的是上德山多中玉虎 他叹了口气 把胭脂随笔扔给了周小猫 他本来想开口说送你了 但话还没出口 他忽而想起了之前得到的胭脂肚兜 这胭脂随笔会不会眼内有玄机呢 你替我鉴定一下 看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周凡立刻改口道 周小猫接住了胭脂随笔 偏了一眼说 特别的地方吗 要一千条大灰虫作为鉴定费 没问题 周凡立刻答应了下来 周小猫从琉璃球内取走了一千条大灰虫之后 他翻开书快速浏览起来 书本来就不后 他很快就看完了 继笑道 这女人倒是挺自恋 里面写的东西 除了一句话我认同外 全是瞎扯 你说的是哪句话 周凡好奇问 他有句话说得很对 就算龙前辈在我面前用手指挖鼻屎 我也会觉得他很帅气 周小猫道 周凡觉得心塞 他真想给自己两个大耳光 您知道周小猫也是龙前辈的小迷妹 他为什么要问这种傻问题 第1318章混沌救魔宫 抛开这随笔的内容不说 我想知道这本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周凡努力将话题转回正题 他实在不想再说龙前辈了 龙前辈帅不帅关我屁事呀 周小猫和尚书 他看著书籍风皮 微微眯眼道你怎么知道这书内有玄机的 真的有吗 周凡面露洗衣道 我之前也吊起过一件胭脂的东西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猜测 什么东西 他的肚兜 周小猫没有再问 而是缓缓道 这书确实有问题 他用了很不容易发现的手段在里面藏了一些东西 要不是你这样说 我也很难发现他的特殊 藏的是什么东西 周凡好奇问 不清楚 等我看看再说 周小猫很感兴趣 他闭上了双目 眉心有一道白色光芒飞出 落在了胭脂随笔上 白色光芒缭绕了胭脂随笔一圈 很快就飞起 钻入他的眉心内 他这才睁开双目 面露异色道 是一个强大的法则陷阱 一旦有什么人想损坏这本书一丝一毫 这法则陷阱就会被激活 从而将拥有者杀死 周凡心中逆寒 幸好他看了这书 并没有想撕掉这书 不过在船上 就算撕毁此书应该问题不大 但万一他带到了外面 才想毁掉此书 那问题就大了 胭脂真的太坏了 奇怪 这书毫无价值可言 他为什么费这么大心思来设置如此不简单的法则陷阱 周小猫奇怪的问 你不了解胭脂 胭脂随笔对你我来说 当然没有价值 周凡叹了口气道 但对胭脂来说 这是他的东西 愚人得到他的东西 要好好的收藏起来 要是感动坏心思 他就要想法报复回来 角度机长的小女人 周小猫评价道 龙前辈不会喜欢这样的女人 你错了 一个女子只要有绝世无双的美貌 就算他在一无是处 也会有数不清的男人喜欢他 周凡纠正道 也许吧 但龙前辈不是这样浅薄的男人 周小猫一脸自信道 周凡 你永远不能跟一个女人讨论他的偶像任何问题 周凡把胭脂随笔拿了回来 放入盒子内 他又询问了几句 关于这胭脂随笔藏着的法则陷阱威力问题 只是可惜 周小猫说这法则陷阱构成复杂 没有彻底引发之前 他也不清楚威力会有多大 关键时候可以扔出去当炸弹用 这样还算有点用途 就是不知威力多大 扔出去要慎重 别把自己给炸死了 周凡微微挑眉想 他看着灰色吊杆 心里面有些犹豫 这一杆吊杆下去有些亏呀 只吊起了一块大因果净碎片与胭脂随笔 今深境功法还没有着落 这可不符合他之前的想法 要不要换为墨黑吊杆呢 看来刚才你的运气不好 还敢用随机吊杆继续堵下去吗 周小猫笑着问 赌 为什么不赌 周凡冷哼一声 他再度坚定想法 甩出了吊杆 吊杆鱼线抓上来的是一个漆黑木盒 他没有细看 又再度甩出吊杆 鱼线抓上来的是一个天然瓷瓶 但这瓷瓶小得出奇 只有人的拇指大 周凡又花费了52万的大灰虫 他先描了一眼那小瓷瓶 小瓷瓶肯定不会是他要的功法 他现在只能将希望放在那漆黑木盒上 漆黑木盒表面雕刻着一个怪异的血色图案 构成一颗血色的眼瞳 他没有多想 打开了木盒 木盒里面是一本漆黑风皮典籍 混沌救魔宫 周凡念出了风皮的名字 他愣了愣 这看起来不似是金身进攻法 你说什么 周小猫脸色微变 你吊起来的是什么 你说混沌救魔 周凡把点击数起到 是呀 他上面写着混沌救魔宫 让我看看 周小猫目光闪烁起来 那可不行 周凡倾笑一声道 我得先看看这是什么点击再说 你这狗后背 周小猫差点气的跳了起来 周凡没有理会周小猫 有传在 他吊起的东西就是他的 没有他同意 周小猫想看也看不了 他翻开书浏览了起来 只是看了树叶 就彻底呆住了 眼里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典籍 周小猫又是催促问道 他目光炯炯看着周凡 赤金身进攻法 周凡回国神来道 说能修炼出一种叫混沌救魔体的魔体 这怎么可能 周小猫脸色变得微妙起来 这绝对不可能 混沌救魔体怎么可能通过修炼获得 这典籍是这样说的 合理掉起来的攻法不可能有假吧 周凡有些忐忑继续边看边问 还有这魔体算是一体中的一种吗 是不是假的 你可以交给我替你辨别一下 周小猫平静道 只要五百条大灰虫就可以了 五百条大灰虫吗 周凡抬起头青笑道 你当我是白痴吗 好歹是这处合面掉起来的典籍 按你之前说的 能在这处合面的都是顶尖的金身进攻法 给你看 你不就全部记住我的攻法了 那你就白手得到了一本金身进顶尖攻法 你不给我看 万一是假的怎么办 周小猫冷笑道 就我所知 合理掉起来的东西有些或许不知道作用 但点击这些东西可从来没有假的 周凡击笑道 你就别用小孩子那套来糊弄人了 想看就需要付出代价 你想要什么 周小猫见糊弄不了周凡 冷哼一声问 你得把之前从我这里拿到的25年兽数还给我 周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一本金身进攻法就想换回自己的寿命 周小猫不屑道 少做白日梦了 我最多给你五年寿命 你愿意给就给 不愿意就算了 那就算了 周凡摇头道 不把25年兽数还给我 我是不会给你看的 可别说我没有告诉你哦 这点集说这乃是金身进中数一数二的攻法 这样的攻法难道不止25年兽数 尤其这兽数本来还是我的 第1319章三王族 混沌救魔功乃是数一数二的金身进攻法 周小猫微微沉默 他心里面是有些相信的 因为这如果真的与混沌救魔有关的话 但他心里面又有些怀疑 他挑眉道 这攻法再强 也只是一门金身进攻法 我不相信他能与混沌救魔扯上关系 如果真的扯上关系呢 周凡问 你是不是愿意用我的25年寿命来交换 如果真的与混沌救魔有关系 我就将你的25年寿命还给你来交换这门攻法 周小猫冷着脸道 现在你给我认真翻看一下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攻法的细节 你只需要告诉我 他与混沌救魔有什么联系 我再决定是否要兑换 周凡犹豫了起来 不过他也明白 如果周小猫没有弄清楚 估计是不想换的了 他忽而心思一动 改口道 如果与混沌救魔有关系 我不要25年寿术 我要你手中周家开发明细逆体的秘法 他现在还有14年寿术 相比寿术 他觉得明细逆体的修炼秘法更重要 这可是能让他的生存能力大大提升的秘法 不可能 25年寿术可以给你 要是你不愿意就算了 那么秘法我不会给你的 周小猫冷着脸道 为什么 周凡问 不因为什么 我暂时不想换而已 周小猫摇头道 别浪费时间 快看那点集 确认他是否与混沌救魔有关系 要是没关系 你扯这么多只是白扯 25年寿术就25年寿术 周凡见周小猫不愿意换 他就放弃了 因为其实他心中也有些犹豫是选择25年寿术还是修炼秘法 说不定他25年之后就进入了一个很高的境界 绝人天赋也被开发得七七八八了 根本就用不上那修炼秘法 绝人天赋可是会随着境界的提升而不断开发的 但在我看这门点集寻找他与混沌救魔的关系之前 你不是应该先给我说说混沌救魔是什么来历吗 这样更有利于我判断两者是否有所关联 周凡想了想到 这不是不可以 毕竟我们刚才算是定下了交易协议 周小猫瞥了一眼周凡 连大灰虫都懒得收取 他直接问 你听说过魔族的存在吗 周凡摇头 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世界存在什么魔族 魔族可以说是最接近怪诀的一个种族 比妖族还要接近 他们与怪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他们又不是怪诀 事实上他们是一种似龙族那样的古老生灵 周小猫道 你没有听过 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特殊 寻常修饰很难见得到他们 这些对你来说并不重要 你只需要知道龙族的主宰是龙神族 魔族同样有着自己的主宰 但他们的主宰是三大王族 这三王族分别被换为混沌旧魔 混沌金魔 混沌未来魔 三大不足麾下有数不清的魔族种族 他们虔诚信仰他们的王族 魔族的历史充斥着混乱争斗 三大王族始终不分胜负 其中混沌旧魔执掌旧日黄昏 号称能将世界带回旧日黄昏的荣光之中 说到这里 周小猫停顿了一下 这是魔族的说法 换成我们人类修士的说法 那就是混沌旧魔一族从出生到成年 天生掌握着旧日法则 旧日法则是什么法则 周凡听得有些迷糊 周小猫脸色微明道 这是一种很强大的法则 是过去既法则中最神秘的一记法则 我只听说过混沌旧魔掌握了这一记法则 还没有发现人类修士领悟了这法则 最容易理解的是他能通过旧日法则杀死旧日沉弱的你的办法来将现在的你杀死 他也能将你带回旧日时光之中 使得你永远无法回到现在 只能停留在凝固的黄昏时光之中 不得超脱 周凡听得头皮发麻 掌握这样法则的混沌救魔器不是犹如神奇一样了 难怪周小猫说如果混沌救魔宫功法真的与混沌救魔族有关 他愿意把25年兽数还给他 这等强大的种族 就算只是有着一丝的关系 似周小猫这样的顶尖修士 都不会愿意放过这样的功法 我杀过魔族 但从来没有见过三大王族的强者 听说他们的数量四龙神族那样稀少 一族的数量都不足十个 每一个都是天生的强者 当之无愧的魔族王者 周小猫遗憾道 所以我对混沌救魔的了解仅仅是如此 其实我曾经试着深入魔族地狱 寻找三大王族中的任何一族 看他们是否能抵挡得住我的小猫三世 如果能抵挡得住 那说明我的小猫三世还有改良的空间 提起小猫三世 周凡就有些心虚 他盲问那其余两大王族有什么特殊之处 你问这么多做什么 快看书 周小猫不肯再回答 周小猫不肯说 周凡只能低头看书 其实周小猫不说 他也隐隐有所猜测 混沌精魔的能力与现在有关 混沌未来魔的能力与未来有关 当然未必准确 周凡专心翻书 他略过详细的修炼之法 只是捕捉书中与混沌旧魔的内容 花费了一段不短的时间 他才终于看完 看完之后 他脸色变得有些复杂 书里面怎么说 周小猫不耐烦问 要不是涉及混沌旧魔 他才不会这么感兴趣 书里说这功法灵胆本来就源自混沌旧魔 只要能顺利破泥身 就能修成初阶的混沌旧魔体 在今身后期战斗时能幻化魔体 使得修士拥有远超自己本来数倍的真元 当然这些都不算重要 重要的是变化魔体时能让修士掌握一丝的旧日法则 让修士的身躯藏匿于旧日之中 要不是很特殊的攻击都很难对旧日的魔体造成伤害 防御力在今身境举世无双 似乎也能借用纳斯旧日法则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周凡说到这里 他感到有些遗憾到 但这不过是混沌旧魔宫功法的第一部分 他还有后续的功法 说最终修成混沌旧魔体与混沌旧魔一般无二 他感到遗憾的地方在于 这只是第一部分 如此神奇的功法 他很想弄到后续的功法 然后将混沌旧魔体练成 掌握那强大的旧日法则 第1320章王金 这功法还有后续部分 周小猫也感到颇为不可思议道 书上是这样说的 周凡道 但没有戏说后续部分有多少部功法 又对应什么境界 只要将所有后续功法练会 混沌旧魔体大成可以媲美混沌旧魔 这功法创造者未免太狂傲了 周小猫痴笑道 我猜他只完成了第一部分 后续部分并没有完成 所以才没有说有多少部功法 我承认他能创造出这今生境功法 应该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天才 但并不看好他真的能将这功法推到极致 能够媲美真正的混沌旧魔 古往今来 都不知有多少生灵 既与魔族三王族那独特的天赋 又有谁成功了 周凡觉得周小猫说的有道理 那混沌救魔的能力如此恐怖 想通过修炼出的混沌救魔体 与混沌救魔差不多 这难度很大 书中有没有提及这功法创造者是谁 周小猫又问 能创造出这样今生功法的修饰 很大可能并不是什么岌岌无名之辈 说不定他认得 咦 好似提过 周凡又翻看其手中的点击 他很快抬头到 他说自己名幻王金 王金 周小猫愣住了 怎么会是他 你认识他 周凡好奇问 他是你的朋友还是仇敌 都不是 你把他的名字到回来念一念就明白了 周小猫冷静下来道 王金 金王 周凡道过来念了 但他还是面露疑惑之色 混沌金魔的王 向来被我们称为金王 我听闻很久以前 他曾经化名王金在人类世界游历很长一段时间 周小猫缓缓道 你的意思是说这功法是混沌金魔的王所创造 周凡面露惊讶看着自己手中的点击 这还不敢肯定 但我想应该是这样 三王族一直相互厮杀 他对混沌救魔这个老对手很熟悉 也的确有能力创造出这门功法 甚至创造这门功法的目的 周小猫停顿了一下轻笑道 想来是为了恶心一下混沌救魔一组 毕竟混沌救魔以为傲的天赋要是人类也能够修成 对混沌救魔一族来说就是最大的羞辱 既然是金王弄出来的 那混沌救魔体是不是真的能够媲美真正的混沌救魔 周凡观星问 这个还是希望很小 周小猫摇头道 就算金王再厉害 但那毕竟是混沌救魔一族的独特天赋 还涉及了旧日法则 能够到达你书中所说的程度 已经很了不起了 至于后续 我怀疑没有 这功法我想也并没有这么容易就能修炼成功吧 他狐疑看着周凡道 周凡干笑一声道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 我们之前的协议是书中有关混沌救魔的才告诉你 难不难 对我来说 完全无所谓 因为我不会修炼 既然他是那金王所创 又真正涉及混沌救魔 这是你的二十五年寿术 周小猫屈指一弹 一团白色的光芒向周凡飞去 很快就钻入了周凡的眉心之内 消失不见 做完这些 周小猫捉来了一缕挥舞 挥舞化作了一本漆黑的典籍 混沌救魔工的功法已经到了他手上 交易已经完成 周凡面露喜色 他连忙掀开自己的衣襟 看到自己心窝处显现的兽数已经变成了55 这让他输了口气 兽数总算恢复回原来的样子 他感到有些可惜的是 他以前就知道要想从引导者那里得到兽数增加寿命并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与拿回自己的兽数并不一样 引导者一般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兽数或从其他登传者那里得来的兽数当作交换物与他交换 除非引导者手里有增兽物 才能用来与他交换 而增兽物实在是太稀有太昂贵了 周小猫直接把手中的点击化作一团漆黑的光芒 按入了自己眉心之中 这样他就能快速吸收书中的知识 他闭上双目 很快就睁开双目怒视着周凡 你这狗后背敢跟我耍心眼 我跟你耍什么心眼了 周凡反驳道 这书里关于混沌救磨的事情 我可没有任何隐瞒 混沌救磨的事情没问题 但这功法想修成太难了 几乎没有可能 周小猫怒道 首先他无视了破尼深的危险 强行幻化魔体 如果不是肉身异常强大的修饰 连破尼深这一步都做不到 其次 他需要修饰原先就掌握一定程度上的过去技法则 要不然根本就无法修炼 在没有进入今生境前掌握一定过去技法则 这有多少修饰能做到 你不是说不在意功法难不难的吗 周凡清孝道 你又不可能拿去修炼 这样的功法价值就会大大降低 以后我想卖给登传者 恐怕也没有登传者愿意要 周小猫冷哼一声道 他也就只能抱怨两句了 交易已经成立 他就算想反悔也迟了 而且这功法里面的构思 确实让他收益匪浅 你说我修炼 应该没有问题吧 周凡道 以我的明晰逆轮题本来就不用担忧破尼深的问题 而掌握一定程度的过去技法则 他心里面酸溜溜的 他以前金身镜修炼的功法可不好 见过最好的金身镜功法也就是乌龟公 这狗后辈居然得到了这么贴合他的金身镜顶尖功法 没理由这么凑巧 运气这么逆天 一定是传让那几个小家伙在帮着狗后辈 这估计是合理最好的金身镜功法了 他想到这里 塞邦子两边都隐隐发酸了 转成 转 转 转